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日前上直播爆料 口罩国家队成员大说回扣 引起夸然 前一天经济部长王美花震怒 痛批李鸿源恶意抹黑 要求公开道歉 否则就提告 口罩国家队三大工会 更联合声明 李鸿源说法是莫须有的抹黑指控 令人错愕与难过 呼吁别让彰显个人意识 又别有用心 胡乱串联的人 影响台湾和平良善风气 也强调群策群力 捍卫国人生命安全不容污蔑 直播过了快一个月 李鸿源写脸书道歉 说明相关讯息 是在一个公开场合 听一位企业家好朋友说的 确实没有仔细查核 说法有违自己多年的科学研究精神 造成困扰深感抱歉 但话风一转又说 政府采购时有没有符合法规 其判政府愿意严正视听 所有事都按照规矩来 那我想他既然做了道歉 还我们一个公道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并不是李鸿源第一次的造谣 都是打着台大教授的名号 却散播毫无事实根据的言论 李鸿源的道歉 经济部看似接受 但造谣多次偏激言论 已经被打上问号 社会大众也自有公平 这个造谣风波 我先请教一下昆城议员 因为李鸿源 他是上馆长的直播 很多人收看 就直接爆料 说什么口罩国家 大队探COVID賞回扣等等的 那后来昨天晚上深夜 是在自己的脸书道歉 他的证据从哪来 他说这个消息是听人说的 听一位企业家好朋友说的 听人说就可以拿去直播 指控别人吗 这个李鸿源又是另外一个 喝杯好油的翻版 就是瑞德哥讲的说是政坛好油 这个李鸿源 他在上馆长直播 讲的煞有其事 就是说什么口罩国家队 都说commission 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一个 这个国家队的话 连游戏都没办法参加 讲的就是说 那时候三大这一个工会 这个 这个帮忙的 这个帮台湾的这个 连夜赶工 连夜赶工 然后来做口罩 然后把这个保护台湾人的安全 就被李鸿源讲成说 这厂商是探commission 所以我认为工具机工会 机械工会 不知不合的工会 都要联合起来 我觉得要对他这个提告 他现在李鸿源上馆长直播讲 那结果自己在脸书深夜10点钟 这个道歉 这就是这个大街上面打人 然后小街上面道歉 我觉得这样不行 李鸿源 你在上一次这个馆长直播 去跟这个所有的这些人道歉 就是说 这个我不知道你是自己讲的 还是听谁讲的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没有 没有你就要向国人道歉 向三大工会道歉 因为这些人是我觉得 这些人当初这个为了台湾的防疫 为了要赶口罩 真的是 每天在那里走 他们也是非常辛苦 结果你见人家说是受什么回扣 向这个三大工会道歉 向国人道歉 不是说我在这个联署上面 就道歉就是说 这个我是听人家说的 你到底听谁说的 还是你自己讲的 我觉得这个李鸿源讲清楚 那李鸿源常常这样子 这个讲话不负责任 而且讲话没有这个事实的根据 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讲 是很大的伤害 你如果没有对这些人道歉的话 我也认为说 这三大工会都不要支持国民党 都不要去支持国民党 因为李鸿源是国民党的 他讲这也是在伤害民进党 他就说民进党当初就是跟这些 这些工会好像是同流合污 一起在搞这一个赚钱的生意 不是这些是为了台湾的安全 是为了防疫的安全 这个李鸿源我认为 你应该公开的道歉 不是躲在你的脸书 是里面道歉而已 这么严厉的指控 结果17节 我们昨天看到李鸿源 他的脸书才发现 原来这是听别人说的 就可以这样拿去直播大肆宣传 他还没胆量说 你就大声讲出来 其实就是你自己造谣 干嘛扯朋友下水 我听朋友讲的 是打一个朋友 哪一个朋友揪出来啊 根本就你自己在那边造谣 以后看到他就 就叫他造谣仔啊 因为他讲的活灵活泄 还有那个回扣的陈述 吓死人 哇我一听我都快昏倒 你还没昏倒啊 然后讲的像真的一样 然后搞半天 他po的这个脸书的道歉 还东拉西扯 这个什么 什么蛋啦 还把蛋拿去扯啦 疫苗啦等等 还东拉西扯 这跟蛋有什么换息啊 对对对 道歉道的很不干脆 我为什么叫他造谣仔 他除了这个口罩的造谣之外 他还说 EGFA对台湾很重要 靠EGFA 台湾一年从中国赚了1700亿 哭说八道 你还学着呢 Google一下知不知道 没这么 没这么夸张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他都 他就是用一种 撕灭政府的方式来获取自己的审谅 一人走一回